怎么样,本王够不够英俊与神武? 大黑牛叼着雪茄,一副很淡定的样子,自我感觉良好。 楚风郑重点头,道,黑老大你人如其名,现在更匹配了, 你应该再唱首歌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因为,怎么看这家伙都像个大流氓,天生彪悍像, 再加上那副大墨镜,大背头,胡萝卜那么粗的雪茄烟, 简直就是在明着告诉别人,我是黑道流氓头子。 小子,你什么意思? 大黑牛不爱听,再怎么说他也是一个有理想有宏图大志的牛, 还想成胜作祖呢? 黄牛比仪,道,赶紧换一身衣服, 你这身装扮走在大街上肯定会惊动一群国际警察, 怎么看都像是越狱逃出来的黑道重犯。 大黑牛鼻子都快气歪了,一身自我感觉不错的衣服, 结果被他们两个冷嘲热讽,劈得一文不值。 最终,他还是换了, 兴兴地说道,幸好本王多准备了几套。 他换上燕尾服,打上领结, 在那里得意洋洋,道,怎么样? 楚风首辅额头,流氓如果穿得文质彬彬更吓人, 实在不伦不类。 说句良心话, 大黑牛化成人形后, 相貌还是不错的, 脸如刀削, 浓眉大眼, 棱角分明, 但就是多了一股匪气, 怎么看都不像是好人, 太彪悍了。 接着, 大黑牛又换上紧身上衣, 很心潮, 下面则穿上七分裤, 踩着一双人字拖, 这架势有点像地痞了。 最后, 黄牛受不了他了, 道, 天生反派向, 没智了。 楚风探道, 黑老大, 你还是穿上最开始那套流氓装吧, 还是那个气质跟你比较相符。 摸, 大黑牛瞪眼, 气得鼻子冒白烟, 这两人也太不厚道了, 哪怕他长得像黑道大哥, 但就不能说得委婉点吗? 别笑我, 你的自己穿。 大黑牛愤愤地扔给黄牛一堆衣服, 楚风眼睛都直了, 这堆衣服从夹克到西服, 再到公主裙, 简直是应有尽有, 实在是种类繁多。 大黑牛不怀好意地 取出一套雪白的公主裙递给黄牛, 道, 这套不错, 非常精美, 价值足有一万欧元, 在那座店中最贵, 很适合你。 黄牛眼中冒出神盲, 冷悠悠地开口, 道, 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吗? 摸, 下一刻, 他一对前蹄发光, 就要给大黑牛来一组牛魔拳。 好了, 赶紧画形, 别折腾了。 楚风赶忙拦住他, 也颇为期待, 想看一看黄牛化成人身后什么样子。 吃, 黄牛化形, 一团金色光辉笼罩他, 很朦胧, 也很圣洁。 最后, 他成为一个小男孩的样子, 只是未免太漂亮了。 他拥有一头金色的长发, 披散着, 眼睛如宝石般扑闪, 睫毛非常长, 唇红齿白, 简直就像是一个瓷娃娃。 哈哈, 真漂亮。 楚风大笑, 实在没忍住, 走过去直接揉了揉他一头流动金匣的长发, 弄得乱糟糟。 黄牛气愤, 扒拉掉他的手, 气呼呼, 道, 放手, 楚风我警告你, 再敢对本王不敬, 我跟你决战。 楚风大笑, 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不情不愿地化行了, 因为太小, 而且粉雕欲拙, 实在让人忍不住想揉捏。 黄牛大眼扑闪, 皮肤雪白, 长发光滑柔顺, 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样子, 让人忍不住想逗他。 楚风不听他威胁, 捏了捏他的小脸, 嘿嘿笑道, 脾气挺大, 其实这副样子很不错, 别不好意思, 跟我小时候长得差不多, 一样帅。 黄牛挠了, 将他的手推开, 再次警告, 真要再亵渎他, 绝对要拼命了。 大黑牛在旁边偷着乐, 满嘴雪白的大牙, 发出灿灿光泽。 最后, 黄牛选了一身男童装, 很难为情地穿好, 他很不满, 因为这么小的身体, 跟他王者的身份太不相符了。 他们进城, 准备先在城中休息一晚, 然后超赤林寿王的老巢去。 这座城市规模中等, 但足够繁华, 夜晚霓虹闪烁, 哪怕是晚间路上的行人也很多。 三人组合在一起, 实在怪异, 回头绿不说百分百也差不多了。 满头金色长发, 漂亮的不像画的孩童, 东方面孔淡却俊朗的年轻人, 还有一个在街上叼着雪茄, 戴着墨镜的大流氓。 有人差点直接报警, 甚至有一个觉悟很高的白人老太太冲上来, 大声怒斥大黑牛, 想要保护黄牛。 大黑牛的一张脸顿时黑成锅底, 招谁惹谁了, 走在大街上都被人歧视, 还真当他是黑社会了, 气得他想发火。 楚风赶忙阻止, 用英语跟老太太交流, 很长时间才说清楚。 接下来的路上, 大黑牛气得想骂娘, 类似的是发生不止一起,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道, 我长得就这么像坏人吗? 气死牛爷了。 当走进一家酒店时发生了问题, 这三人都没有护照, 没办法入住, 楚风还想用别角的英语交流, 结果大黑牛出马, 说着一口流利的希腊语, 舌头都不带打结的, 非常顺畅。 楚风张口结舌, 这头牛怎么连希腊语都会? 他小声问黄牛怎么回事, 他为自己做了短期的人生规划, 所以就学了几种语言。 黄牛答道, 什么短期人生规划需要希腊语? 楚风不解。 黄牛道, 西方这边有希腊的奥林匹斯山, 范蒂冈的圣耀园, 他都想去学摸一番, 所以前阵子学了这些语言, 另外他还想学埃及语呢, 当然他也想去传说中的圣城耶路撒冷看看, 也准备学那里的语言。 楚风目瞪口呆, 彻底无语了, 这还真是一个有追求, 有理想的牛, 但大老黑想去那些地方学摸, 肯定没好事。 这家酒店的大堂很气派, 金笔辉煌, 水晶吊灯闪烁着梦幻般的光芒, 地面由苏摩石铺成, 晶莹透亮。 楚风与黄牛坐在沙发上, 看着大黑牛在那里以地道的希腊语跟那名经理交流, 最后, 在大黑牛口水四溅后, 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 那名经理居然同意给他们开房, 而且, 最后直接亲自将他们送上顶层的总统套奸。 楚风真是服了, 这头牛也太能忽悠了吧, 这都能成功。 他实在忍不住, 问大黑牛到底怎么回事。 忽悠个毛, 那个经理本身就是一个异类, 混迹在人类中, 我过去直接告诉他本座乃是寿王, 赶紧安排好住处, 不然的话灭他, 当然适时地显露了一缕寿王威亚。 你这风格也太粗广, 奔放了吧。 不过, 这一晚, 他们确实享受了顶级招待, 除了用餐的时候, 两头牛险些发飙, 一切都还安好, 因为送到房间的主菜是牛排。 最后, 两头牛自己去了餐厅, 楚风没拦住, 结果两头牛的脸色更阴沉了, 因为几乎看到所有人都在吃牛排。 他们不得不再次回到房间, 叫人送餐。 这群人傻了吧唧的, 真是死脑筋, 那么多真伪佳肴, 非得认准一种菜, 愚蠢的人类。 大黑牛发泄不满, 这顿饭没法愉快地吃了, 楚风放下刀叉, 抱走那瓶顶级红酒, 他跑餐厅去了, 准备大块朵頤, 狂吃牛排。 那位异类化形的经理忙坏了, 为房间中的两头牛 送上各种其他类别的菜, 比如龙虾、 鹅肝等跟牛有关的食物 提都没敢再提。 楚风满足了, 很晚才从餐厅回来, 一张嘴全是牛肉味, 结果发现两头牛都没睡呢, 眼中冒绿光在盯着他。 他立即表态, 避免两头牛跟他清算, 道, 明天去奥林匹斯山抢的宝藏 都归你们, 我只想烧了赤林的老巢。 两头牛盯着他没说话, 各自去睡觉了。 早上, 那位异类经理简直像是送瘟神一般, 将三人送下楼, 迫不及待地希望他们早点离开。 先别走, 去帮我们租一架飞机。 大黑牛招手。 当听到这些话, 那位异类经理差点没哭出来, 租一架飞机, 这三位想干什么? 别害怕, 租一架直升飞机就行, 我们观光旅游, 不是让你去机场劫机。 大黑牛说道, 好吧, 经理哭丧着脸去安排。 随后, 大黑牛开始看报, 楚风和黄牛不懂希腊语, 觉得无聊, 开始研究去奥林匹斯山怎么动手。 要知道, 那里可是欧洲最富盛名的神山。 在神话传说中, 奥林匹斯山之巅是众生的七居地。 赤林兽王居然在那里安下老巢, 而且是在山脚下, 这足以说明了问题, 奥林匹斯山上有古怪。 一位强大的兽王, 如今只能住在山脚下, 事上不去, 还是根本没资格。 突然, 正在看报的大黑牛开口, 道, 这个赤林很强啊, 在梵蒂刚涂掉一位兽王, 如同一个暴君般, 脆枯拉朽, 将那头棕雄王打爆了。 这是最新的报道, 赤林在梵蒂刚大开杀戒, 击杀宗雄王, 还击伤了一位兽王, 雄焰滔天。 嗯, 又有人拿你说事了, 说赤林如果再杀一头兽王, 就跟你一样实现两连杀了, 不过赤林依旧对你不屑一顾, 哈哈, 大黑牛在这里幸灾乐祸。 因为赤林的回应, 巨傲而自负, 非常不屑, 只有一句话, 凭他还不配与我并论。 范迪刚剑。 楚风说道, 当然, 他现在先要去抄了那家伙的老巢。 最终, 直升飞机被租到了, 三人登机, 一路向北朝着奥林匹斯山而去。 一路上, 飞行员的腿都在抖, 实在害怕至极, 因为他听出来了, 这三个生物很不一般, 似乎是要去王级生物的老巢折腾。 别怕, 你把我们放在那里就行, 跟你无关。 楚风安慰。 当到了地方后, 三人下机, 结果飞行员直接就跑了, 根本就没等他们。 楚风他们不在意, 直接进山寻找赤林的老巢, 这里的异类不算少, 他们抓到一头异类, 让他带路。 这就是奥林匹斯山。 黄牛惊讶, 这片山地很壮阔, 许多山峰都插入云端, 被雾气笼罩着, 看不到山顶。 山顶有什么? 楚风问道, 带路的异类是一头山猫, 会说人语, 他非常害怕, 颤抖着告诉他们, 山顶无人能上去, 有闪电降落, 有迷雾所困, 连兽王都闯不上去。 怪了, 别告诉我这里还真有什么宙斯, 雅典娜, 阿波罗, 大黑牛嘀咕, 管他呢, 先把赤林的老巢给端掉, 我掏过鸟窝, 还没有掏过兽王窝呢。 楚风杀气腾腾, 因为赤林一而再地对他蔑视, 这次他真正杀到了欧洲, 自然要给他一个惊喜。 时间不长, 他们就赶到了一座巍峨大山的山脚下, 那里锐气腾腾, 伴着浓郁的生命惊气。 就是那里。 山猫不敢走了, 简直要吓死了, 那可是一位兽王的巢穴, 恐怖无比, 连欧洲这边的军队都没敢来剿灭, 这三位祖宗到底什么来头, 竟要来这里一窝端掉。 瞧你这点出息, 大黑牛比仪挥了挥手, 让他等在外边, 不用跟着了。 除非他们踏足这片地狱, 感觉到阵阵灼热, 赤林的老巢, 除了锐气腾腾外, 这片地狱深处还有火光。 前方, 生命之能跟火光交融在一起, 从一口鼓动中喷勃出来。 喂完带血。